顧問我們一起來看 顧問也 我知道你看他演講之後 也非常非常的感動 他把台灣一起推向全世界 你看到了什麼亮點 我想我們黃仁勳執行長 他在台北國際電腦展的演講 讓我看到整個這四點 首先 他喜歡看到別人成功 他也跟大家分享成功 所以你看他去小吃店 他也樂於去分享 他都一一介紹 是 連賣水果的阿嬤 也是魚有榮菸 從此他的水果行生意相當好 所以他是一個懂得 跟大家分享成功的人 那第二點就是說 他本人非常嚴謹 他對待員工也非常嚴謹 據說回答的那個email 總total長度不能超過六行 也就是你要做什麼 你要交得很清楚 然後他非常親民 剛剛有跟親友聊到 他既然在餐廳用餐完之後 他蹲在那裡總共簽了多少 1.5個小時 所以他相當親民 那再來 當然很多公司老闆 跟高階主管都非常有自信 但是謙虛的並不多見 尤其他是產品最佳代言人 他對他自家技術是怎樣 信手拈來 如數加深 所以他就是本身最佳代言人 再來他非常聰明的 他把台灣最強的半導體產業聚落 還有IT產業的最強的 變成他什麼 他的供應鏈 所以他打造了什麼 世界級的供應鏈 造成他公司的競爭力是世界級最強的 所以他非常聰明 最後他不僅在GT大會 他去宣揚台灣 尤其在這次的Computex 他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所有全世界的科技巨擘 都來到台灣 這是以往很多年見不到的 好久沒有看到的盛況 所以現在大家都來了 都非常有活力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大家為他感到驕傲 他也讓台灣真的是再次發光發熱 他也為台灣感到驕傲 我們來看到 但這次大家聽到說 他居然宣布了 下一代的伺服器 2025年要亮產 他說Blackwell都還在生產當中 怎麼已經宣布下一代的 這什麼樣的策略 GTC大會才發表 Blackwell的平台 都還沒有進入要出貨量產 竟然他就已經發表什麼 下一代Rubin 這個重點就是 世界級的公司就是這樣 所以最大贏家會是誰 台積電 因為他接下來就要用什麼 3奈米 台積電的製程 當然他是要明年 明年下半年他才能亮產 2026年才要推出來 重點 輝打的節奏 他就是一年的周期 推給他客戶最好的什麼 資源 最好的設備 所以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公司的周期就是一年 OK 所以趕快買趕快用 馬上又會更好的 但是資料庫這種東西 你不先建的話 你會覺得說我越買 後面會越便宜 但是你如果不建的話 你就是趕不上人家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他的節奏 一代一代就是會更好 一代一代會有差別的 而且他說這個買越多省越多 剛剛我們那個威仁兄有提到 現在大家在流行的是怎樣 買越多省越多 但是股票要買越多怎樣 賺越多 果然是 各位可以看 他這樣GPU跟CPU結合之後 他可以加速多少 100倍 但是 他的人耗只有增加多少 3倍而已 尤其Cost只有增加多少 1.5倍而已 所以他說 你買越多你就省越多 他強調在這種方法上面 他可以有巨大節省 我覺得這是要跟大家來分享 他的概念在這裡 說你不用怕貴 對 事實上你的運算能力是加速 而且它是怎樣 可持續的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他其實也跟大家講 NVR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合作 所以要推動微服務 他們的檢測研發人員 可以幫助大家來進行AI的測試 沒錯 然後他也開始打造這個AI工廠 首先我想 這個全世界 台灣就是最優先的 所以你看這些大廠都怎樣 包含華碩 還有音樂達 技嘉 還有美超有沒有 都開始在建什麼 雲端 還有Local的 還有Edge端的什麼 AI系統 另外在MIM的話 他在雲端 數據中心或工作上 他也都用了 尤其你可以很簡單的 就建成生成式AI應用 另外 他還可以讓他的什麼 基礎設施是最大化的 所以他有200個合作夥伴 已經把他們整合到他們平台裡面去了 所以這個他會把他整個生成式AI有沒有 把他部署起來 這就是剛剛欽宇在提到的 所以他會推動怎樣 新的工業革命 NVIDIA 它是用改變你的生活 很重要的是說 他的RTS的話 就是他很重要的繪圖技術 所以搭配這樣的PC的話 就是AI PC的話 未來 他運用他的軟體之後 尤其在什麼 機器人 就是那個機器人 AMR 或者是工業機械手臂 還有什麼 人型機器人 這些都可以怎樣 藉由這些超級計算機來 跟AI的模型來驅動 所以他有 他講了一句話 機器人的技術已經到來 物理的AI已經到來 這不是科幻小說 這是真實的 而且在哪裡發生 在台灣就發生 因為台灣 越來越多人在使用 尤其這些科技大廠在使用 不過剛剛說機器人 恐怕泄末行情 對 我想還是有一些個股是值得 那我想 首先 還是誰 台積電 因為密碼 他都已經告訴你 下一代的那個什麼 那個GPU 還是他 而且從4奈米到哪裡 到3奈米 所以台積電一定要報警 而且也要報好 首先就是台積電 第二個就是誰 就是我們的鴻海 鴻海跟誰 跟廣達 因為這個是什麼 ODM的 他一定做得到的 接下來有機會 OEM就是誰 核碩 還有誰 音業達 這些都是有所本的公司 所以接下來就是這些OEM的 再來還有誰 做電源的 有誰 剛剛那個 也有提到 像光寶 還有誰 台達電 尤其光寶在這一波是比較沒有漲的 還有誰 做機殼的誰 秦城 還有銀廣 我覺得這些都是有所本的 各位都可以去參考 最後一個 又選了一大堆了 真的都 他就是一個輪動 最後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魏彥兄講的 索隆門 號稱就是5月以來 最大最大的腰骨 真的從30幾漲到180幾 這個有所回檔的 各位還持續可以去觀察 OK 所以這些都是你覺得接下來 可以持續長期投資的 沒錯 但是我還是會以台積電為主 以鴻海 以廣達這些 有所本的這些業績為主的 我想這個你才抱得穩 而且才抱得久 OK 好 謝謝莊顧問 通常說錢都被電子股 被台積電吸走了 接下來7月份的生計展 要怎麼佈局呢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